孔子不说,庄子不说,孙子们不让说,老子无处说,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 好,我们来谈一个最近在海外媒体 平缓的转播和报道的一篇中国国家安全部之属部门的调研报告 在智库报告 那么我想有一个题目叫四面楚歌 还是我自窥拦不动 这个窥,某一国家领导人在读的时候都还要注拼音 我不知道我对还是不对 窥 中国将面临新的一轮的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不断升温的全球性的敌意 而这场敌意如果不得到有效的遏止和化解 会引起中美之间出现武力对抗 那么路透社是独家报道了这个消息 这路透社引用了这一篇报道 是中国国家安全部上个月初 把这份报告呢 呈交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国家主要的领导人 并且在这个结论指出 中国将面对至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 全球最强烈的反华情绪 那么这是国家安全部底下的现代关系研究院撰写的这个报告 那么说中国必须为最糟糕的情况 或者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呢 中美两国可能会以武力对抗预作准备 那这个都不是个秘密了 是公开的秘密 就是国际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直属部门 在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问题上 它最具有发言权 那路透社这个独家报道说这份报告指出 现在是1989年以来全球反华局势最恶劣的情况 那么他认为目前的中美关系是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国务卿等等的这些人不断就有疫情向中国追责之外 两国也因为贸易课题 中国香港台湾的三角关系 以及南海问题 持续的展开口水战 不仅是口水战 美国的军舰 美国的隐形战机 战略轰炸机也频缓的出现在台湾海峡上空 以及南海的上空 这份报告警示 缓罚论调或许会给一带一路的项目受阻 美国政府有可能提升给区域盟友 就是包括韩国日本这些盟友的经济和军事资源 使得亚洲安全局势增加高度的不切定性 有人把这份报告给1946年苏联驻美国大使洛维科夫写了一个报告 认为这是中国版的洛维科夫报告 那就是冷战前苏联驻美国大使洛维科夫给苏联的高层写了报告 强调美国对苏联的威胁 那么这份报告其实奠定了冷战以后 苏联对外政策的基调也产生了某些直接的影响 我们当然也注意到了尽管中国政府在疫情发生以后 不断强调他对疫情信息的公开透明 同时也向多个国家捐赠销售医用的物资 当然有些医用物资被人家打回来说 品格质量不合观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尽管做了这么多的努力 但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满和追责的声浪是越来越高 有没有人在认同和支持中国呢 有但是不多 这也是客观事实 包括非洲大陆 现在说你好的人 好像是声音比较边缘也比较微弱 既然我们知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直属部门 他写的报告是直达天庭 是只给习近平的几个为数不多的国家领导人看的大参考 他又在中国的外交国家安全方面的政策制定有自己的发言权 但是这么重要的内部智库报告 为什么会不进而走 为什么突然出现在境外 为什么由路透社独家获得 为什么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是因为这份报告的提出的观点 被有关当局不文不才 这些人不得已采取出口转内销的方式 或者是有意的释放出这样的信息 我们不得而知 不得而知 但是必须看到中国国内的舆论 这怎么讲 这个讲就是后疫情时代 中国将举步维艰 可能会批踢出 踢出朋友圈 可能会批出群 这项表明了 疫情的发酵 正在促使所谓的脱扣 变得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 这澳大利亚前外长唐纳 唐纳说啊 新的新的这个疫情 对中国的国际声望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此负面态度的人 不仅是欧洲美国的决策者和精英 可能更多的是普通的民众 可能更多普通的民众 所以呢 疫情过后 中国跟西方 之间的紧张关系 他认为加剧 英国前外交政策顾问 伍德认为在美国和英国 甚至可能在更大范围的西方世界 这种对中国的防感 会成为主流的风险 这里面其实就有点 疫情的处理受到了质疑 尤其是对我中国的疫情的 公开透明的信息的表达 实际上来讲呢 大家是持比较普遍质疑的态度 包括后来武汉湖北 对死亡人数的修订 也引起了人们 对你的统计数据的猜疑 这是一个公开透明度 和你的能见度 人家对你的信任度不够 这是一点 第二呢 病毒起源 现在成了一个战火 战火 尤其是推特点燃的这个战火 这个战火不断在延烧 官方和科学家关于病毒 并非一定源于武汉 或者豁明或暗的 刺激的战火的燃烧 而这股烈火 从今烧出了国外 关于病毒源于 科研泄漏的质疑 在此之间的逆转了 印度科学家论 广泛 广受批评的风向 美国英国成立的政府军队情报机构 科研机构在内的专业小组 进行全方位的调查 一些科学家也从基因测序和比对的角度 发表论文 也就是说源头的问题 现在是一个话题 那么再加上境外的有些人说 信誓旦旦说有一个人 也许姓郭的研究员 已经成功的逃到了美国 掌握了很多的证据 这个事情可能这两天也会逐渐的曝光 第三 人们也认为战狼外交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 先是赵立坚的推特 然后就是两位中美之间的女发言人的隔空论战 再接着的巴西使馆巴西总统总统之子的纠纷 结果驻法使馆那篇莫名其妙的推文 导致法国外长专门召见驻法大使进行外交交涉 包括等等等等 以及这个过程中 外交人员到各个国家 在宣传抗疫经验 要求世界感谢中国指责他国抗疫不力 对不合格医疗物资的辩护 说不合格 你就别用这一类的轻挑的话语 引起了非常强烈的负面的反弹 第四 制度输出也引起了警惕 也就是官员官媒等等的东西 大小粉红 不断在国内的自媒体 国外的推特 关于中国抗疫经验多么好 制度的优势多么的了不得 特别是大国抗疫的策略要出一本书 而且多种文字出了这个大国战役 要求别国抄作业 指责他国抄不好作业等等 很新鲜的说法 也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官方和民间 对我们借这个机会 推出自己的中国经验 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充满了疑虑 第五 医疗的援助也引起了反思 你做了很多的 捐书 做了很多的资源 但是你有长篇累读的宣传 这个被国外的认为 你在利用疫情 搞慷慨政治 搞疫情外交 利用医疗救护 加强战略影响力 包括你的出口 没有太多的严格的审批 等等的东西 引起了美国日本欧盟对过度依赖 中国供应链的反思 甚至开始准备动员鼓励他们的外资 国内的企业搬回他们自己的国家 第六 民粹主义推动了反感 主流媒体对国外疫情和抗疫的选择性报道 指责性报道 煽动性的报告 小吻红急约时的幸灾乐祸推销作业 自我吹嘘 尤其是英国首相叶翰逊住院之后 几万个几十万个点赞 对对方 以及对方方日记的围剿 让国外的舆论极其的反感 引起了国外政治精英对中国今后的道路走向意识形态方面的忧虑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很多人的要求我们不要在夜狼自大了 不要再自以为是了 随着中世界疫情的加剧 战狼外交的扩大 中国跟西方国家在抗疫问题上的矛盾欲演历烈没有化解 只有增加 如果不改变这样的局面 疫情过后的所谓去中国化脱钩 不是虚拟的假设 而是残酷的现实 我们不能说现在就叫做四面楚歌 都可能严重了 但是现在是不是觉得我们自己的底线思维 我自窥然不动 那么我自窥然不动的意思是 我们有一个已经可以 闲手运用孙子兵华的国家领导人 那么他既然可以力往黄澜 带领中国不断的走出危难走出低谷走向胜利 那么我们就信他吧 或者就信他这一回 知道他有本事可以用兵 尤其是孙子兵华用得非常的好 那么眼下光说不练不行 是骡子是马应该拉出来溜溜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这个话题就之打住 欢迎积极订阅我们的节目